过去这一年 机圈针对骁龙平台都主要聚焦在旗舰 SOC 上 从第一代骁龙 8 Plus 到第二代骁龙 8 得益于这两款 SOC 优秀的能效比以及影像等综合表现 高通在旗舰平台上的口碑峰回路转 发哥都被迫错位进阵了 不过高通并没有止步于此 又开始发力中断市场 带来了全新的第二代骁龙 7 Plus 移动平台 采用台积电 N4 就是 4 纳米工艺了 CPU 依旧是 1 加 3 加 4 重机 超大和主频是 2.91 GHz GPU 为 Adreno 725 只不过这个频率降到了 580 MHz 总体相当于是第一代骁龙 8 Plus 的再降频版 光看架构频率感知肯定不大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实际的表现 没错 和上次 8 Plus 一样 我有幸提前拿到了这台 搭载第二代骁龙 7 Plus 的高通参考设计 那就是工程机了 这回的后背没有漏空设计了 那就是这台 QRD 的几个配置信息 上次没拆 今天咱们要不拆一发 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 卡托为双 Nano SIM 设计 内侧没有防尘防水的胶圈 第二步直接拆后盖 一掰就开 原来是直接用卡扣固定的 内侧扬声器的位置覆盖有一小片的散热膜 第三步 不能再往下拆了 不然下一家媒体估计得找上门栏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常规的三段式结构 无线充电线圈表面 7475 就是 SOC 的代号 内侧表面还是有基础的散热膜覆盖 但是整体的散热结构肯定是不及手机厂商的量产机的 所以待会我展示的机身温度只能做个参考 不代表最终量产机的实际表现 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软件跑分和游戏实测表现 来看看第二代骁龙 7 Plus 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先声明一下下面对比的其他 SOC 都是量产机上的测试结果 好 我们娱乐兔跑分先行 我跑了五次最高跑出了95万多分 相比第一代骁龙 7 足足提升了接近70% 如果对比隔壁口碑不错的天玑 8200 也要高出7% 并且只比天玑 9000 低了6% 当然毕竟是娱乐兔嘛 我们继续往下跑 Geekbench 5 单核 1232 分 相比第一代骁龙 7 CPU 单核性能提升了整整 54% 对比天玑 8200 提升了差不多 18% 并且已经非常接近天玑 9000 的单核能力了 多核 4095 分 相比第一代骁龙 7 依旧是非常巨大的提升 略好于天玑 8200 GPU 方面 3D Mark 比第一代骁龙 7 高了快 1.5 倍了 这属于飞跃式的提升了 相比天玑 8200 也有明显优势 高出了 18% GFX Bench 不管是 Vulkan 还是 OpenGL 相比第一代骁龙 7 也是提升了一倍有余 天玑 8200 依旧有 20% 的劣势 所以相比第一代骁龙 7 的提升幅度来看 我现在能理解它为什么会跳级命名 如果把它叫做第二代骁龙 7 确实不合适啊 我们再来看相对直观的游戏数据 由于是工程机 王者荣耀没有适配 120Hz 模式和其他 SOC 数据没法对比 我们直接来看和平精英和原神的表现 和平精英 90Hz 流畅模式一局厚 平均帧率 89.9FPS 降帧次数 0 极其稳定 整机功耗 3.9W 功耗表现和天玑 8200 差不多一个水平 当然也就意味着要优于天玑 9000 了 机身温度在 40 摄氏度上下 结合之前 8PLUS 工程机和量产机之间的温度差异 第二代骁龙 7PLUS 到 10G 量产机上 根据散热堆料的不同 应该还会再降个 2-4 摄氏度左右 高负载的原神 实际渲染分辨率 720P 离越地区跑图加打怪半小时后平均 58.2FPS 降帧 12 次 稳定性算不错 整机功耗接近 6W 对比天玑 8200 第二代骁龙 7PLUS 在高负载下的优势 就比较明显了 简单来说就是更流畅稳定 并且功耗相对更低 那就更别说天玑 9000 了 反正我手头搭载 8200 和 9000 的机子 测原神 每一个能过 56FPS 至于机身温度 这台工程机显然是撒腿放开跑了 但能力就放在这了 就看后续厂商们激不激进 对不对料 到这里相信大家对第二代骁龙 7PLUS 的性能应该有感知了吧 相比天玑 8200 谈不上吊打 但优势还是很明显 中低负载下的能效比差不多 高负载相对更好 至于天玑 9000 直接哭晕在了厕所 但这还只是 CPU 和 GPU 的能力 你看 这是第二代骁龙 7PLUS 安兔兔 AI 的跑分 2327000 多分 相比发哥 哪怕是最新的天玑 9200 旗舰平台 骁龙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从工艺和架构上也能看出 这颗 SOC 并不是突然空降 而是基于骁龙 8 系 或者准确点说是第一代骁龙 8PLUS 的能力下放 我们今天能感受到的 是它在性能和功耗上的优秀表现 但骁龙的能力显然是不止如此的 还有基于强大 AI 负能的优秀智能和影音娱乐体验 这一套组合全下来 你看各手机厂商们就开始陆续规划新机了 第二代骁龙 7PLUS 的出现 也让我们终于可以和 778G say 拜拜了 很期待接下来量产机的实际表现 这颗 SOC 好好调一调 能让中高端手机也能有接近旗舰机的游戏体验 并且性价比相对更高 这就能把料堆到屏幕 CMOS 等其他硬件上了 我们的高哥显然是怒了 不得不使出看家本领 发哥加油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Rawi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